怎样调理甲抗可以避免中生服药呢 对于甲抗的治疗来说 通常我们有这几种治疗方式 第一呢 点131治疗 利用放射线来杀伤一部分甲状腺细胞 从而使得甲状腺激素的分泌量减少 但是这个治疗有可能会导致之后出现甲减的问题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案 比如说手术治疗 这其实是跟点131类似 通过将甲状腺全部切除 彻底的根治甲抗 当然带来的副作用也是甲减 除了常规的治疗手段之外 中医也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 酥干礼器 清干泄火 滋阴降火 化碳散结 活血通弱等方法 调整机体的免疫功能 调解神经体液系统的失衡 抑制偏高的能量代谢 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分泌 从而使得阴阳平衡 避免甲抗甲减的出现 你了解了吗 我是李建军医生 如果你发现自己和家人有甲状腺问题 不妨给我说说 我会给你一个专业的解答